嗨 欢迎来到Gin's Camel Live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玩意 非常的实用的一个小玩意 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有很多的up主 或者是即将成为up主的朋友 像我一样可能就是单枪披码作战 没有团队 只有一个人 有时候你在拍摄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 你不能在镜头面前这样左右走来走去 那你永远都是站在同一个位置路 要么就是拿着相机就走着路 因为没有人在帮你掌控摄像机 所以也没有人在跟踪你的方位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有时候比如说可能风景比较好的地方 那我想做一些解说 那可能我需要在镜头面前这样来回走一下 那没有人帮你该怎么办呢 那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小东西 非常实用的小东西 它是来自泰迅这个牌子 那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些他们的商品的一些介绍 那今天要带来的这款产品 是叫做泰迅的小怪兽跟踪云台 非常有趣的一个小玩意 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马上开始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就在我自己的工作室这样拍摄 那比如说我往这边走 你会发现镜头它是跟着我的 那比如说我这样过来 它都会跟着我的 那这个就是我在使用这个小怪兽跟踪云台的一个效果 那它具体长什么样呢 那它具体是长这样 它的这个整个外观设计就像一个小怪物一样 那它没有别的功能 就是一个跟踪功能 那你只需要把它背后这个开关长按几秒钟开机之后 它就会自动看到前面的这个小眼睛一样的东西 它就会自动开始去捕捉人脸了 那这个时候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设置 打开之后它就会马上开始去捕捉它周围 就是它面对的这个人物的脸部 那就很轻松的 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设置 就是你打开之后 它就开始跟踪你了 那这个时候你只需要 比如说把你的相机 或者是手机 或者是运动相机之类 比如说你在室外 只需要把它接在你的这个小怪物跟踪云台的上面就好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是手机的用户非常简单 它的顶部的凹槽 你直接把手机擦进去就可以了 或者是竖着或者是横着都可以 那比如说如果是用相机 或者是使用GoPro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设备的朋友 那它有配有这样一个四分之一裸口的这样一个转接头 那你把它架在 把它接在你的这个相机上面 然后再插在这个小怪物的这个顶部 同样也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你 不管你是用什么设备 那你在任何位置做一个讲解 它都在跟着你走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我之前录节目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定要看着我的这个相机旁边的这个屏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保持人物是在这个画面的中间的 如果我可能往左一点 往右一点的话 人物有可能不在中间 那这个时候后期看起来可能这个画面会比较怪 那当我开始使用这个小怪物跟踪银台之后 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我不管我是怎么走 反正它都是一直在跟踪我的 那我就永远是在画面的中心位置 那我也不会出现就是之前那种 比如说担心人物出画或者是不在居中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款设备的话 比如说就很多独立创作者像我一样的话 那B站的一些博物up主或者是这些独立的创作者们 那如果你有我这样的问题 其实你是可以考虑这款设备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用途 但是对你的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你就不会再担心 比如说你介绍一些场景的时候 那你往左往右走的话 不会有没有跟胶原 没有这个有人帮你掌握这个摄像机 它都永远会跟着你的身影一起转动 那它的这个旋转的角度呢 是360度的 那所以就是不管你往哪去吧 就非常方便 那它的总体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产品 那如果喜欢朋友可以上这个淘宝或者天猫旗舰店 可以做一个这个参考 非常实用 价钱也不贵 那就希望你会做一个考虑了 这期节目非常短 那就是我自己有这个小设备之后 我想就是推荐给大家试一下 因为非常的实用 因为我就省掉我很多麻烦的事情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